李宗伟患癌,33次电疗花费近千万 李宗伟,在羽毛球界可以和和有名,大家对他的实力都是肯定的,还称他为马来西亚羽球一哥 但不幸的是,冰痛的折磨还是找上了他,在他36岁的时候,就被查出来鼻癌 为了治疗进行了33次电疗,整个喉咙都破了,那段抗癌的经历,他一回忆就控制不住地流下眼泪 李宗伟的羽毛球天赋被发现也纯属偶然,在他小时候,他爸爸对这项运动特别喜欢 也就带着李宗伟去羽毛球馆玩,在那的教练看李宗伟打球挺有天赋的 从这时起,李宗伟才开始打球,事实证明,教练的眼光是多么的精准 在李宗伟训练几年之后,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就拿下了冠军 让大家对这个17岁的孩子逐渐关注起来 2005年的时候,李宗伟就成功取代黄宗翰,成为马来西亚新的男单一哥 这个时候,距离他第一次参加大型比赛也不过才6年的时间 在他的比赛生涯当中,获奖无数,也成了多项记录的保持者 但大家看来,对于李宗伟还是有个事情比较遗憾的 就是一直没有拿到一个世界冠军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为马来西亚做出的贡献 马来西亚对于这位英雄也是非常尊敬的 还给李宗伟封了个拿杜威拉 他的职业生涯已经给大家带来很多惊喜了 打了19年,还跟林丹带来那么多精彩的比赛 这种人物真的非常厉害了 毕竟一名运动员也不是只能看他获得的最高成绩 这是极其短浅的行为 但要说他人生真正的低谷,还要数抗癌的那段经历 2018年的时候,本来要参加世锦赛 亚运会的李宗伟却被马来西亚语协公布消息说会缺席 还是因为呼吸道疾病的问题 当时世锦赛抽完签,李宗伟就没有再进行训练了 一直在家里休息 有些媒体知道这个消息后,就一直猜测他是不是受伤了 结果还是令大家大吃一惊 竟然是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 但这个时间还没过俩月 就有一网友在国际社交平台上发布一个文章 说李宗伟得了鼻癌,已经到三七了 当下在台湾进行相关治疗 有媒体知道这个事后就赶忙去找雨协会长拿督斯里诺萨询问 想知道事情的真假 但会长并不愿意回复与之相关的事情 后来还是马来西亚羽毛球协会发布了声明 证实了李宗伟患鼻癌的事情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2019年,李宗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他那段时间癌症恢复的如何 一说到这个话题,李宗伟就忍不住了 整个眼眶红红的,眼泪也要流下来 他说自己一共做了33次电疗 这些治疗是有很大刺激性的 导致他的喉咙里面基本上都破掉了 如果要吃东西的话,还得喷麻药 这种生活对人来说肯定是非常痛苦的 李宗伟自己也很难过 为了怕家人担心,只敢在洗澡的时候偷偷哭泣 刚治疗半个多月的时候 受喉咙的缘故就很辛苦 几乎都不能咋讲话了 看着自己丈夫这么痛苦 作为老婆的肯定也很难过 李宗伟说自己知道 到晚上的时候,他老婆都会偷偷地哭泣 幸好他挺过来了 李宗伟还让大家看了他脖子那已经变黑的皮肤 这电疗其实又教质子治疗 相关人士透露,收费方面是按照此来计算的 一次大概是28万人民币 如果这样算下来 33次差不多就得花费快1000万人民币 当时他还说 自己一直在积极地配合治疗 希望能恢复好付出参加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 但最终还是成为遗憾了 在2019年6月的时候 李宗伟就召开了发布会 亲口宣布了自己退役的消息 打了这么多年的羽毛球 肯定是有很深感情的 这突然不再比赛了 他自己也有点接受不了 在说退役的时候还直接哭了 宣布完这个消息后 他才开始解释原因 说在前两个月的时候 他有去台湾省进行复查 等结束了就又休息了一个月的时间 给他治疗的医生说 羽毛球这项运动对他来说是不大适合的 强度太大了 知道这个情况后 他跟自己家人也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 为了身体健康考虑 最终还是决定退役 当时的他对于未来 还是想休息 顺便还透露会跟妻子一起去度蜜月 也算是弥补了结婚那时候没去的遗憾 有记者还问他 是否会考虑退役之后 转型成为羽毛球的教练 他说只要身体允许 国家队需要 是非常乐意的 属于运动员李宗伟的时代 也就此落下帷幕 2022年 退役的李宗伟传来好消息 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消息 说自己的妻子已经怀孕了 马上他就要又当爹了 这是他应该很有经验了 毕竟已经是第三次当爸爸了 但更让人开心的 应该还是家里又该添薪成员了 一家五口 热热闹闹的 多幸福啊 一经报道 有很多网友不禁就调侃到 说李宗伟虽然没有拿到世界冠军 但在孩子数量上还是超过了林丹 他跟妻子黄妙珠的爱情 也令很多人羡慕 当初他结婚有孩子了 整个人就变了 特别练家 就算白天特别忙 要打比赛集训什么的 晚上也会跟妻子进行视频聊天 生活就是一家人 相互扶持 在妻子的陪伴下 李宗伟挨症也挺过来的 孩子又这么可爱 一家人幸福的在一起 就是最好的 前一阵过年的时候 他个人也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视频 看起来真的太瘦了 还是得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李宗伟的人生经历 无疑是丰富多彩的 当然也有过低谷期 好在他都凭借自己 强大的意志力挺过来的 希望他在之后的生活当中 能跟家人一起幸福地生活下去 我觉得